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啊 在2020年这个新西兰的房市啊 火得不得了 作为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贷款中介的话 我们也是这个工作量啊 这是以前的两三倍 那么今年2021年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年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经济学家是怎么预测的 那么Westpac的首席经济学家呢 他们预测啊 到今年的2021年6月份 这个年增长大概是在16%左右 那么到今年的年底的话 因为可能在这个三月份会有一些这个LVR政策的这些推出啊 那么可能会平均降到12.2% 这是Westpac的预测啊 那么ASB和BNZ呢 他们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 但是呢 两个银行的经济学家呢 都预测双位数的这么一个增长 那就是百分之十几咯 那么QBank呢 是可能最保守的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增长的大概是在五到六左右 那么整体看起来呢 虽然说大家这个每个银行的经济学家呢 预测的增长的百分比是不大一样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呢 大家都是预测今年又是一个增长的一年 那么我个人也是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今年啊 我们这个这一周刚刚回来 那么我们已经这个很多的这个客人的咨询了 那么和往年相比啊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说大家还是特别积极的想做贷款买房 所以我认为啊 也会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年 房市会非常火热 只是我个人觉得呢 没有像2020年那么火热 毕竟呢 2020年有很多人已经买了房子 再者呢 就是在2020年的年底 这个贷款比例啊 尤其是对投资者的贷款比例LVR 那么从20%又回到了30% 甚至有个别银行呢 增加了到40% 所以呢 这些变化呢 我个人觉得会让这个增长速度呢 不会像2020年那么火热 那么回想起来这个2020年啊 这个市场如此火热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我个人觉得呢 有大概三点 第一呢 就是这个低利息的环境 那么作为首次购房者来讲 那么这么的低的利息 也许你还贷数额 那么可能都比你付的房租都少 那么还是给自己供房贷 那当然能买就买了 对于投资者来讲 也是前所未有的低利息 那么在以前来讲呢 哪怕是只付利息 每年可能自己还要从中套药包 来弥补这个还款的这个gap 因为你的这个房租可能没有那么多 来帮助你还贷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正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你买好了 你的房租呢 就应该是全部来这个cover到你的还贷款 还有一些其他的地税啊保险呢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房子还增长这么迅猛 那为何不买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低利息环境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疫情啊造成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净移民数啊 现在因为疫情呢 急剧减少 但是呢 这个房屋的这个供应啊 还是远远小于需求量 那么尤其是首次购房者 还是能买 尽量买 所以说这是关于房市的这个需求和供应的关系 接下来啊 如果再重新开放边境的话 那么这个净移民的数 还有经济啊 这个复苏方面都会得以改善 更加增加了供应和需求的这么一个缺口 那么我觉得这个呃 是一时呃 是无法来弥补的 那么最后呢 相对来说其他的投资 比如说股票啊之类的 那么房市呢 呃 这个投资呃 更加的安全 回报率更加的大 所以呢 这个综合起来来讲呢 呃 大家对于这个呃 购房啊 呃 是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啊 呃 非常的积极 那么 哪些因素 有可能会改变呃 方式的这么一个增长呢 那么咱们说刚才这些经济学呀 他们预测 毕竟是预测 我们只有到2021年底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那么哪些可能改变这些预测呢 那么一方面当然是利息的增长了 但是在我看来呢呃 在2021年利息呢 不大可能会增长 甚至可能呃 这个利息还会继续往下掉 那再者呢 就是一些贷款政策的呃 呃加盐 比如说呢 我们都知道储备银行会在呃 今年的三月份会重新推出这个贷款比例 对投资房 还有这个首次购房贷款比例的这么一个限制 啊 那么这个限制如果是呃 比如说比30%对于投资贷款来讲 投资房贷款如果要求超过30%的话 那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呃 想买投资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来讲呢 银行基本上都回复了30% 甚至因此要求40%首付 那么大家已经适应了这个30% 那么储备银行如果只要求30%还可以 如果呢要求所有银行都啊 这个必须的要求40%首付 呃 我觉得会呃 这个大大的影响 大家买房的这么一个打算哈 那么因此呢 会造成这个增长的呃 放缓啊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贷款政策 LVR方面的 还有呢就是呃 如果万一推出来这个呃 新政策 比如说之前我在去年年底的一个视频里讲过 那么有一个这个储备银行呢 一直想推出来的一个一个工具呢呃 叫这个debt to income ratio 呃 它翻译过来就是说呃 就是说贷款的能力占你收入的几倍关系 那如果这个一旦设置了呃 或者银行自己主动先采纳先用上了 那么就让大家这个贷款能力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呢 那这个也会造成这个房市增长的一个减缓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三方面呢 相对来讲的话呢 呃 会呃 可能把这些呃 预测的结果啊 呃 会做出一些影响 好 那么 我们下面说一下 那么呃 按照今年这种房市的预测 呃 呃 大家该怎么去做呢 我个人的建议呢 是我把它先分成了这个三类哈 自住 然后还有换房子 最后还是说呃 这个投资房的购买者哈 首先会对于自住房来讲呢 我建议您呢 呃 越早买越好哈 因为呃 如果按照这种掌势的话 可能呃 越等越贵哈 所以呢 建议您啊 不要非要等到这个完美的这种啊 这个价位出现哈 那么呃 与其说一直等下去 还不如说我们先买一个差不多的房子哈 因为这样一旦呃 呃 你买上了房子 那么房市增长 那么您呢 呃 就呃 这个更容易接下来在未来几年 再换一个更好的房子 是吧 相反的是如果您现在不买 房市越来越贵 那么您的这个 这个预算呢 就越来越跟不上了 还有如果您的这个首付本来就很有限哈 本来比如说刚刚够百分之十 那么房子再涨一涨 可能也百分之十都没有了 那么可能就更久 才会去有可能去买到你的房产 呃 所以说呢 建议呢 呃 越早买越好 另外呢 哈 如果您的这个房租 现在所付的房租比较贵的话 可能呃 这个早点买房 还能把这笔钱省下来 是不是啊 好 这是对于首次购房者的一个建议哈 那对于换房子来讲 那么去年我们有很多这个客人朋友们去换房子哈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呢 呃 如果呃 这个您有这个打算 呃 最好呢 早一点去找你的finance broker 呃 就是贷款中介 那么让他给您做一个分析 看一下 现在的资助房 有没有必要去卖 如果说呃 这个有必要去卖 那就赶紧快卖 呃 趁着现在 这个上半年 这个房市还毕竟呃 是可以预测的是吧 谁也不知道下半年有什么政策出来 是不是 所以在能能赶快卖的时候 房市好的时候 火热的时候 赶紧把它卖掉 因为您到时候真的想出价 去买下一个房子的时候 如果您上面写 说呃 我放一个这个卖房条件 那么肯定看起来 不是特别的呃 这个房东不太感兴趣 对吧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哈 什么时候卖出去 卖多少钱都不知道 所以最好呢 该卖的话先卖 那如果说您没有必要呃 呃 卖房就可以买到自己啊 这个达到自己的预算 去买新房的话呢 那而且您打算长期留有 你现在的这个自住房 也就是未来的投资房 那赶快赶快啊 去找你的这个finance broker 还有你的会计 把这个贷款结构做好 因为呢 这个我们是呃 这个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贷款呢 放在你投资房上 这样的话呢 你每年可能少少付几千块钱的呃 这么一个税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 如果每年呃 谁给我几千块钱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 对吧 所以这件事呢 一定要先做 因为这些要花时间啊 所以这些也要在做你预批之前都做好 所以早一点做出安排哈 对您来说 呃 这样子能够呃 到时候呃 出出这个价格的时候 更有呃 这个竞争力 然后让你更更快的 更顺利的 贷到款 好 那我们在下面呢 说一下投资者啊 如果您今年想买个投资房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 就是呃 先这个确定下来啊 您的这个呃 呃 购房的呃 这么一个原则 什么叫购房原则呢 那么我们每个人啊 这个贷款都是有限的 对吧 但是您的这个贷款啊 这个能力呢 一方面取决于你的现有的 这个首付呃 现金的首付 再加上您现有房子的 equity哈 那么这个部分 它的贷款能力是多少 还有一个贷款能力 就是您的总收入 的贷款能力是多少 那么哪一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哪一个弱 那么你的贷款能力 就局限在这 所以说要知道哪一边弱 我们呃 在买下一个房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呃 购买原则呢 设定成呃 这个这个呃 来增强自己的这个弱项的部分 比如说啊 您这个现在啊 这个equity很多啊 但是您的收入 可能这边就是带不了太多的啊 那么也许还能再买一个投资房 不是特别理想啊 那么而且还以后还有再买投资房的打算 那么最好这一次呢 就是买现金流啊 这个回报率比较高的这种房产 而不是买一个大地小房子 那么这个不会帮助你啊 一个是可能买不到 对吧 因为本身这种也很贵 再者呢 就是啊 并不能帮助你这些来啊 这个再继续购房 所以呢 购买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定下来呢 尽量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啊 这个很重要 另外的话呢 呃 不管今年房市涨多少 呃 在我看来呢 这个房市的投资呢 是一种长期的这么一个投资行为 所以只要你把这个刚需啊 找到一个有刚需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呢 都不会出错 是吧 那么有刚需的地方就是 哎 经济呢 比较稳定的 可能是一个大的一个城镇呢 然后这个好的一个区域 哈 那么在这些地方买的话呢 呃 这个 这个 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哈 这个这个资本增长的可能性啊 就是越大的 也就是说你的风险是越小的 呃 所以说呢 呃 这个是我对 如果您要是买投资房 啊 我给您的这么一个建议啊 那么在这 在这就是说 呃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呃 不管您是首次购房 换房 还是投资者呢 呃 我都建议您呢 这个 早一点咨询做好 因为呢 往往呃 客人到我们这儿来咨询的时候说 哎呀 我下个礼拜想做个预批啊 我有个房子想看中 可是呢 当我们去这个 看您这个咨询的时候啊 看您现在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 呃 其实现在有很多东西呢 需要这个先改变 然后再去做预批哈 那么礼拜里可能要花个 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都不止 呃 那么这是有的时候更长 因为可能你还需要建筷子啊 需要建律师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如果不做好 那么可能会直接就影响到 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呃 贷款 或者是这一次贷款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您不把现在的贷款调整好呢 那么您可能只能买这一个了 后面就不能买了 呃 甚至有的客人已经买了房 还没有交割呢 然后让我们给他这个 审核一下现在贷款结构 那我们发现 他要做的事情 根本在交割之前来不及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很比较为难 我是呃 耽搁这个 这个交割呢 然后把这些呃 这个该处理的 这个该调整的结构调整好 还是呢 这个晚点交割 付点这个罚金 但是把这个做好 因为这个不做好之后 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做好了 那就咱们尽量不要这个 要面临这个情况哈 那是很很为难的 因为哪一个都不是完美的 是吧 哎 所以说呢 尽早尽早啊 这个跟你的finance broker啊 这个呃 来资讯 然后看看该做什么 赶快去做啊 千万不要犹豫啊 那么去年呢 我们发现有些客人 因为犹豫等等 好几个月之后呢 错过了很多 这个好的机会 啊 一个是房价可以更低 再一个呢 就像这个银行的贷款比例哈 投资房贷款比例 本来是可以到八成 结果一等 变成七成了 甚至六成了 是吧 呃 所以说 呃 抓紧时间行动哈 再者呢 就是尽量呃 做预批再去买房 呃 那么 呃 那么现在市场非常火热哈 是这个卖家的一个天下 如果您这个放 很多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贷款条件 呃 比如你要放十五工作日 现在银行都好慢啊 你放十五工作日 呃 就不如说别人可能 无条件 或者放两三个工作日 那么有吸引力 那么即使你房 房子出价可能高一点 但是呢 这个您这个 这个卖房的房东呢 可能他更想找一个 这个条件少的 然后能赶快无条件的 这么一刻 哪怕他的这个价格 稍微低一点呢 所以说呢 尽早做做这个预批啊 这样打有准备之战 好的 谢谢您的收看 今天我们啊 就分享了一下 对2021年房市的 这么一个预测 还有小宇给您的一些啊 这个贷款的一些建议 希望对你有用 好的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